观光局花东纵管处协助光复箱正名打造马泰安公园 同时也以当地阿美族传统图腾文化设计光复箱的入口意境 进入部落齐老与推师检视校对图腾符号进行建制 打造光复箱新门面 而处长也表示未来能够配合地方串联光复吉利潭油气区的观光资源发展 像我们有一些裙子有没有它也是有弄这个 由部落齐老以及原名会阿美族语与推师梁美华仔细检视比对 入口意境设计上的图腾符号 观光局花东纵管处也以此建制了光复箱的新的入口意境 从平面设计图建制完成的光复箱这一座入口意境 就矗立在台九线依进入光复箱的入口路段 高低不同的立柱洁壁临次 上头代表阿美族太阳母亲和谐波浪羽毛宇宙的图腾显而易见 紧邻着台九线更让过往游客或板箱游子都能一目了然 这个据点是进入我们光无乡的第一的一个景点 那也是我们马太安这个阿美族传统的这个领域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结合我们当地的原住民文化 然后把这个地方打造为马太安公园 那里面的一个自然元素都是以阿美族文化为主 为在台九线马太安西桥进入光复箱重要门面的马太安公园 观光局华东纵管处支持协助部落以及乡公所证明 并重新整顿优化服务设施及环境景观 未来不仅是光复箱地景艺术门面地标 处长郭振林表示 未来也配合地方串联光复吉利潭油漆区的观光资源来发展 马太安公园以阿美族原民文化来设计之外 也需要能够结合吉利潭的这个动线 那以前吉利潭要到吉利潭都还要到往前再从左转 那我们现在都是可以从这个马太安公园这边来进出 对整个动线的串流会比较便利 在明后接手整顿的观光局华东纵管处赤兹2000多万元 整件公厕、环境设施以及森林景观旨在优化 目前工程进度接近尾声 处长郭振林希望能够顺利打造马滩公园 成为台九线一处森林系公路休息站 记者时玉兰光复瑞瑞采盲报道